台中市西屯區一家主打使用日本頂級和牛的高級燒肉店 被爆出使用過期的食材 那衛生局貨報道場雞茶果然發現店內有大量的過期食材 其中呢過期最久的肉品已經過期了五個月 那麼雞茶園當場封存 那麼事後業者也在昨天晚上十點多發出了聲明 表示過期的肉品是留給員工進行教育訓練用的 而且還強調提供給顧客的都是新鮮的肉品 那麼業者表示呢 把過期的和牛冷凍保存 是因為對台灣食安法律的認知不足 後期牛舌放上烤盤 發出自自生效肉質鮮嫩Q彈 這一間頂級和牛燒肉店由日本人開設 主打日本空運進口 還有專人代烤 客單價平均就要2000元 不過卻遭民眾踢爆 涉嫌使用過期食材 有把過期的冷藏肉又放進去冷凍 所以變成冷藏跟冷凍都是過期冷凍 投訴人還加碼爆料 客人反應肉質不佳之後 店家不願意把過期肉品丟棄 反倒組成員工餐點要他們吃下肚 完全不能再給客人吃了 可是丟掉又可惜 吃完員工餐就會吐啊然後一直辣 他們就會覺得我們台灣人比較容易生病 衛生局12號呢就來到店家裡頭雞茶 這個發生裡面不只有牛肉過期 包括豆瓣醬味噌冷麵多項食品 衛生局前往雞茶發現來自日本的飛駝牛 雞茶餐日期是去年10月4號 有效期限到今年的1月 已經過期了三個月 倉庫裡堆了好幾箱的過期肉品 通通被稽查人員貼上查封紙條 韓文通知負責人來進行陳述及說明 依違反實安法第15條的規定 裁罰新台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的罰還 今天就去家 今天沒有訪問 當事店家不願意受訪 餐廳去年10月開張 主打高檔和牛的招牌 卻涉嫌販賣過期肉品 有多少的過期肉被吃下肚 還要持續調查釐清 繼續來台中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